网络评价衣服的品牌很多 折扣也很瞎 但是有评价一的品牌 打出T恤原价360块 如果说你一次买六件的组合价的话 一件只卖250元 那消费者size不合 想要换货的话 客服说是只退不换 也就是说呢 退给你是250块钱 但如果你想要再单买一件的话 还是得补上110元 所以原来优惠就不见了 也好杀 原价360元的T恤 一次买六件1500元 组合价下来一件只要250元 似乎很便宜 但消费者发现 想换size却遇到了麻烦 我只是想要用原来的价格 换回一件衣服而已 但现在他就是请我用360块去换 那我觉得付运费OK 但是付多出来的价格 就觉得蛮奇怪的 赵小姐一次买六件 就是要凭优惠价格 但参考业者提供的尺寸表 还是买到不合穿的衣服 但业者却说他们只退货不换货 也就是说T恤买六件1500元 想有一件250元的组合价 推荐当然是只还你250块啦 但你明明已经买了六件 想换尺寸得重下单 但买一件就得再补110元的差额 以前我们在团购购物的话 就算我颜色挑错 我也是可以去换颜色回来 然后也不用再付额外的费用 但现在既然要我用退货 但是还要我再多付的价格 我就觉得这家团购还蛮奇怪的 如果想再换大一点的size 不但无法直接换 还得多掏钱买才有 评价服饰业者 由于假日 目前暂无回应 但毕竟网路卖衣服 大家都是贪便宜方便 消费者想退货 业者却为了节省手续费 只退不换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只怕花不来 中天新闻 邱小沛 王宗翰 黄竹华 台北桃园 综合报道